话语实际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感谢上帝美好的话语能建立我们的信心 更新我们的心知 今天是1月5日星期五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读来自克雷斯 欧亚克罗姆摩斯的《每日灵修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信息题为终极指南 我们的开篇禁文来自于诗篇第119章第105节 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诸子和根基 奇摩泰奇书第3章第15节 它有体系 架构和原则 我们若不了解这些原则 许多人就会过着错误的生活 并认为他们做得对 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觉良好 你对某些事情感觉良好 或心安理得 并不能让神也接受他这件事 神的话语仍然是终极之难 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神 对某件事的看法是如何 神的灵在你里面 在祂从里面引导你时 会一直用祂的话语来做见证 他在伊萨雅书第30章第21节中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你后边有话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伊萨雅书第30章第21节 神的话语能帮助你了解神的旨意 记得在创世纪中发生了一件事 该隐选择向神献上 他自己决定要献的祭物 而妖博却按照神的旨意向神献祭 他遵循了神的指示 该隐所献的祭被拒绝了 而妖博所献的祭却被接受了 这表明神是多么在乎人们 如何为他做事和向他做事 在生命中不要过后 才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 或者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神所拒绝 你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取悦神 或者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呢 是通过圣经 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 必须如何生活 他是你完美的向导 诗人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第119章第105节 请回想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周 主所说的话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如何跟随他呢 就是通过神的话语 靠着神的话语 并在神的话语中 遵行神的话语 你就不会犯错了 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29节中 所说的话 那些犯错的人 之所以犯错 是因为他们不懂圣经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这经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话语 是我正确的向导 感谢你的圣灵 始终在你完美的旨意中 引导我 你的话语照亮我的心 让我在生活中 明智的行事 享受公义的祝福 成就我在基督里的命定 在耶稣的名里 Amen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信息 我鼓励你们参考以下的经文 约书雅记第一章第八节 真言第三章五至六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